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情诈骗花样多的议题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来宾 除了受害者小飞 还有资深媒体人许上梅 资商心理师林翠芬 前行事警官谢文苑 以及律师简大伟 来 正媒 告诉小飞他们 对 以一个过来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总是谈过恋爱嘛 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说实话 尤其是女孩子 你说组复仇者联盟 那一定是有很多女孩 真的测心了嘛 怎么会是这个样呢 这个翁姓男子呢 他就透过网路的交友软体上面 认识一些女孩子 那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年轻 认识这些女孩子 总是要聊天 就要介绍他自己的 他就会讲 他说 你知道吗 我从小家境清寒 我是养子 我是我妈妈抱来的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像那个 这是酒店的那个 八皮酒店的梗 我刚才才讲 八皮酒店的梗 都是这个样 对 那这个翁姓男子呢 就会你知道 就是感情丰富的说 他真的蛮可怜的 然后他家人对他很不好 可是 我有一颗奋发向上的心 一路我书都念得非常好 其实我18岁开始 我就自己养我自己了 因为书念得很好 他念的是台科大 而且是姿幽生 他甚至在网上在聊天的时候 还一直炫耀说 你知道吗 我现在在一个科技公司上班 就是你们说的科技新贵 可是呢 这个地方留不住我的 我已经申请了麻省理工学院 哪里 麻省理工学院 MI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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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现在在这个公司 其实收入不算多 一个月大概就是八万到十万 但是我还有更远大的梦想 将来到美国念完书之后 我还决定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讲着讲着 总有见面的时候 我先讲 在这当中有一个C小姐 C小姐一听 真的你知道母爱大喷乏 都会觉得这男人 跟我分享这样的故事 那我对她来说 是个特别的女人 他们俩就约见面 见面的第一天 这个翁先生 翁男就送给她一个手链 你知道那个水晶手链 要八千多块 所以对一个年轻女生来说 这个C小姐就觉得 你真的蛮温暖的 就第一次见面 你送这个手链给我 然后两个人聊得还蛮愉快 等第二次相约见面 吃饭的时候来了 这个翁男就会说 我们公司真的很麻烦 好忙 我出来的时候 我老板都不放过我 所以我出来的时候 忘了带钱包 真是抱歉抱歉 那C小姐当然就自动会买单了 没关系 真的没事 这一餐她就买了 买完 C小姐说我去上个洗手间 回来之后 翁男就说 我老板又找我 急扣我 现在需要回去 赶快回公司 那我们下次再聊 两个人就分开 对不对 C小姐一回家 钱包不见 钱包里面有八千块现金 提款卡都不见 那谁会拿她的钱包 我从那个餐厅就回家了 所以她就觉得 不会吧 她科技新贵 她就真的就打电话 她不敢相信 就打话问这个翁男说 你有看到我钱包吗 她本来还支支吾吾 结果翁男就说 我跟你说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了吗 我没有带钱包 我怎么回来 我总要有钱 不是 不是 你要跟我讲 不是 你就去上厕所 我又急着要走 都怪我老板 我老板这么依赖我 我这么重要 是不是 可是这个C小姐就觉得不对 再怎么样就是你说 你就好歹告诉我 你这是偷 你不能拿我的钱 他就跟他分手 说我要跟你分手 结果这个翁男呢 马上你知道下班 老板不找了 就来找这C小姐 当场下跪 你真的不要这样子 你真的不要这样 我不能没有你 你何必这样子 是拿你一个钱包 所以这个C小姐 跟这个翁男 竟然可以谈恋爱两年 来来去去 这当中 钱都是他付的 吃饭 要不然他又出车祸 要不然就是家里 什么爸爸生病 中风 不知道为什么 中风一直没好 那三不五之 就跟这个C小姐要钱 到最后 C小姐梦醒了 是有一天在IG上呢 就有人提醒 这个C小姐说 不对啊 你认识这个翁男 我跟你讲 我是他高中同学 他怎么可能是台科大 他高中就没毕业 后来才发现 他给他看台科大 毕业赞出 假的 那你不是说 你科技新贵吗 你老板新宠吗 你老板最爱对不对 直接杀到他公司 有啦 他又在那公司上班 工赌生 未来的科技新贵 人真好 后来C小姐才发现说 被骗的 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人 同样一套是 羊子家境坎坷 什么 大家你知道 多多少少都骗了好多钱 真可恶 小飞 顺美所讲的这些故事内容 有没有一些 让你觉得听起来 就好像在讲你的故事 差不多一半都是 差不多一半 对他都用差不多的招数在骗很多人 好我们一段一段来 先讲就是你跟他怎么认识 我跟他是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 就是在交友软体上面就是会透露说 我其实是个羊子 然后身世很坎坷 然后是被领养的 到当兵的时候才发现 就是户籍藤本上面是写羊子 对那时候才发现的 然后家里就是其实很缺爱的 但是不缺钱 对 但是妈妈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控制狂 对 然后青春期的时候 每天只给他50块的餐费 让他一直都吃不饱 甚至还有一些虐待的倾向 然后终于撑到18岁了 他就是受不了家里 他就搬出去住 对 然后自己去打工赚钱 凯跟我说 他做了很多个工作 什么工作都做 他跟我说他做过什么初工 然后什么一些餐饮的东西 就是那一类的 就是很自己努力赚钱 然后一直这样一路走来 跌跌撞撞到现在 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 跟可以去 他有没有跟你讲 他还考上台课大 有 他就是也有讲 他说我台课大毕业 然后就是也要准备去 美国读研究所 研究所也是MIT吗 对啊 就是 麻省理工学 他跟我说麻省理工 亚特兰大 南加州 理工科学 就是这三间 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 然后只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 所以就是听起来很合理 就对啊 疫情的关系 现在有谁可以出国 对 所以就我也不宜有他 可是你们俩刚才讲的都是透过网络 媒体在聊或什么这些 后来怎么见面呢 后来是有一次他跟我就是跟我说 他在来我公司附近送文件 刚好我下班时间 他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吃火锅这样子 然后吃一吃聊一聊 最后我就想说要掏钱 我想要AA制 对 我不想都给男生付钱 他就说 没关系啊 就是我约你的我请客啦这样子 我就说好 那我下一餐我请这样子 但听起来没有出现那个第一餐 就是我老板你知道我老板多需要我 我老板我这样第一次跑出来 我就是没有带钱 那这一餐没有啊 看起来还没有出现这个啊 对 可是他这中间会一直说 他跟老板多好 他被老板多气重 可不可以问一个 就你自己有男朋友吗那时候 当然没有 你有交过男朋友吗 有 有 所以你也知道男女朋友的交往 大概也交往过男朋友 所以他给你的感觉到什么时候开始 你觉得他应该是可以谈男女朋友感情的时候 他不会想要强迫我说 要牵手或是逼迫我想要做一些太过的事情 认识多久以后他有常识想要牵手或什么吗 可能一两个礼拜之后了吧 OK 对 就是他还曾经说说 我觉得我们进度很慢啊什么的 但是因为他毕竟是网友 我也不想要太快 因为我之前男朋友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OK 对 然后我就想说慢慢来就好 然后他之后做出一些很贴心的举动 可能就是 譬如 请跟节隔天我们出去玩 对 他就是带我 我说我想要去采草莓 他就带我去 对 然后还请我吃大餐 对 然后看电影就是也带我去 对 各种就是很贴心很浪漫 就是觉得我们可以庆祝情人节啊 好 我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他在319的时候 他又送我一个专柜的洗法经护法一组 说 诶 这个是情人节礼物 我想说 诶 不是以前 这是过了吗 对 我想说 诶 情人节不是就庆祝就这样子了吗 怎么还会有礼物 他说 没有啦 就是大餐是一回事 礼物是一回事 这是要分开的 我会想说 哇 这个人就是很贴心 很懂的女生 很知道 知道怎么送礼 就是还会来接我下班 对 然后还会就是 表现出一副就是好男友 就是以后我就会是好男友的样子 好 那听起来到目前为止 都像是慢慢可以绝货芳心 然后也是一般男孩子 追女孩子的过程应该会走这条路 到什么时候你开始发现觉得有点变调 直到4月中的时候 大男用各种借口骗钱 甚至拿出伪造文件 第一次跟我借钱的时候 是我妈一起去吃晚餐 她跟我说 我的钱包放在公司 我就觉得说旺东西 这炸都会不小心成事 我就去领钱付我的餐费 然后之后开始说什么 高雄的亲戚过世 她必须要跟我集用5千块 还给我看 好 到什么时候你开始 发现觉得有点变调 直到4月中的时候 她开始跟我说 疫情就是比较趋缓了 然后我要开始上家教 因为课程都delay了 她就开始用这个借口 然后还要加班啊 然后要出差 应酬等等的 然后我当下真的是 没有想害到说 工作很忙 而且你又算是一个什么主管 要管理的话 我觉得很忙 要加班 这些都很正常 你还要去家教 你真的很辛苦 请问一下 公司的科技主管要去家教 就是 他其实是一个 你都不觉得很怪 一个科技公司的 一个主管 然后还要去当家教 他就想说要赚多一点钱 因为他要存 他说他正在存钱 去美国读研究所 所以我觉得 这超级正常的 他就跟我说 他的公司赚的钱 然后还有家教的钱 大概月收入8到10万块 也是8到10万 OK 对 一定要这样子说 然后他说我有一半的钱 就把它存起来 就是要去美国读研究所 对 后来他有开始说有缺钱吗 也要借钱吗 就是第一次跟我借钱的时候 是我妈一起去吃晚餐 他跟我说 我的钱包放在公司 我就觉得说 好啦 就是忘东西 这大都会不小心合适 很正常 对 而且他是第一次 而且以前都是他付钱 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 我就去领一千块 然后我们就是付我们的餐费 他就说 我会再还你什么这样子 然后之后开始 说什么 高雄的亲戚过世 他必须要跟我急用现金 要赶回去 多少钱 五千块 还给我看附文 截图 他有个附文 对 然后我还去比对他的日期 真的是那一天 对 就真的跟他的日期好符合 他不是每个月八到十万 一半拿来存的吗 对 那为什么连五千块钱 都还要找你借 我真的不知道 你没有怀疑吗 他跟我说 他的钱都存在银行 那个银行他没有办任何的卡 没办法提款 他必须要去零柜去零 他跟我说 他要找时间去办网银 我就说好 你赶快去 我一直提醒他 他就开始用各种借口说 我很累 加班 生病 出差 应酬 等等的 我没有时间 而且我必须要回原银行 去签名 去办才可以 现在到底 为什么还要再回原银行 这不是其他随便一家银行 你就可以办了吗 对 我真的觉得他超唬烂的 可是说 好 你也觉得 你自己都觉得他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也有用网银 就是你骗我一个不懂的人 林林总总后来大概总共 借了多少钱 他跟我借了 骗了我七万五 七万五 好 你有找他要他还你钱或什么吗 有 一直逼他还我钱 我刚才说我需要做什么 我需要这笔钱做什么东西 可是他都是一直推脱 一直各种理由跟借口 然后来打发我 然后我真的是超气的 对 最后就是才发现说 我朋友跟我说他应该是个骗子 然后你怎么去查 对 我就是最后他 因为他最后是直接 我在跟他讲钱的事情 他跟我说我久为一个喝酒 我说我在跟你讲钱的事情 你跟我讲喝酒干嘛 我很认识在跟你讲钱 他最后直接不读不回 到前一阵子已读不回 对 然后事情爆发之后 我觉得他不读不回之后 我直接找他们公司去 你到公司去了 就是我约约他们老板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 我就问他 他说他什么加班 应酬 出差 这全部都是假的 他根本就不需要 他只是个工读生 对 然后他说 他如果他去寄什么货 我们都会给他钱 我们不可能让他自己 先带电钱 完全没有这些事情 而且你已经不知道是 第几个受害者了 对 那他们公司现在还有用他吗 没有 因为他翘班太多天 他就是被开除了 对 林翠芬小姐 你跟着孩子说错话好不好 就这个过程 就真的会让你觉得说 那如果真的像他讲的那些 以我们大家的受害者 就太夸张了嘛 一千也借 三千也借 一直都是这样吗 我如果要说这个欧男好了 我其实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 我觉得他蛮符合我们所谓的 幻想行为的男生 就是他们的行为当中 有一部分是他幻想出来的 然后加上谎言 然后加上他想得到 他所想要得到的利益 像我也有遇过 还蛮多当事人会遇到 像他刚刚说的 会编织非常好的美国念书 然后非常坎坷的声势 然后他非常奋发突强 然后后来有科技老板 看重他觉得他太努力了 他非常有才华 而给他一笔资金 让他创业 他们非常需要这些谎言 来提升他自己的自信跟自尊 因为他现实生活 跟谎言中的自己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后来有给他们一个 名称叫做 就是幻想出来的谎言 可是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 这些谎言不是那么容易拆穿的 你在听的 我跟大家讲一个案例 我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 我有一个学生 他年纪很小 他又告诉我说 有一天他上课迟到了 那我说发生什么事了 他就告诉我说 老师 我的阿嬷遇到歹徒了 跟他抢掐的钱 所以我的阿嬷跟歹徒搏斗 然后我很着急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后来 我听完他叙述的时候 我也好担心 所以我就开始 我是一个会求证的人 所以我就开始去问 他住的那一区 所有我认识的社会记者 说某某区 有没有发生一个 阿嬷跟歹徒搏斗 打斗的一个过程 后来所有的社会记者 我的朋友都跟我说 崔芬没有这件事 后来我其他的学生 才跟我说 老师 刚刚那个同学 就是上次那个同学跟你讲 都是他编的 可是你知道吗 在当下 他讲的肢体语言 情绪 表情 生动 每一样都到位 连老师我 我也是学心理学的 我都会相信 他讲的是真的 我后来发现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会遇到 会讲这些幻晃 就他们有幻晃行为的人 越来越多的 如果要这样讲 小朋友 我给你介绍一个有为的青年 大伟 来 你应该也要认真读书才能考上律师 应该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 对 可是 你不觉得那个过程 好 如果假设像刚刚讲的这些 中间有没有涉及到 在法律上面来讲 我会觉得这里面 会涉及到一些 有没有诈骗或什么这些 打车司机未造身份 骗才骗色 被女子提出惊人要求 打车司机 他就另外开一个账号 叫Joyce 算命师 他就去加入一些 看起来有点寂寞的女生 那个出生年雨格给我 算不得了 你给我清两个车祸 真的吗 那现在怎么办 Joyce 你就说 你不是要 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些 有没有诈骗或什么这些 我必须这样说 大家会觉得说 我爱你 这件事是假的 所以说你给我钱 这件事会变成诈骗 其实法律上的认定 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先说第一个 就是他的这个诈骗行为 他会骗你很爱你 会让你导致说 你完全没有决定的能力 我就是自怨无悔 把钱交出来 要到这样的程度 才会构成 刑法上的诈骑 所以反过来讲 就很难 所以我就觉得说 在这种爱情诈骗中 如果你要提高诈骑税 是比较不容易的 但是我想 大家这种被害人 都很想知道就是 我能不能把钱拿回来 那我也必须说 就我的观察 民众对于这个 爱情诈骗 钱能不能拿出来 都放错重点了 大家刚刚就说了 法律 你们会觉得说 我爱你这件事情 如果是假的 就构成诈骗 可是法律上不在乎这个 法律上不在乎 你当初为什么要把钱借给他 他在乎的是什么 他在乎的是 你是怎么把钱给他的 所以刚刚我听到 小飞有讲到一个关键字 刚刚那个小五哥说 你钱借他多少多少多少 那这个小飞说 我被他骗多少多少多少 那问题就来了 那个骗到底是怎么样 他是骗你把钱送给他 还是骗你把钱借给他呢 如果是送给他的话 我想你很难拿回来 可是如果是你说 是被骗去借给他的话 不管他是不是骗你 只要你证据构足 那笔钱是借给他的 可是大伟刚刚讲证据构 也就代表另外 他讲说你钱是怎么拿去的 对 是现金拿去的 还是用汇 不是 全部都汇款 全部都汇款 很好啊 那你只猜一个 那笔钱是借给他的证据而已 有讲到有签接据都可以 LINE的话记录也都可以 有 全部都在 因为小菲刚才他出现的一个是这样 他们所谓的被骗就是说 你明明是工徒生 你跟我说你是个科技新贵 然后你明明是工徒生 你告诉我说你在公司多重要 要干什么 然后你明明没有MIT 我相信应该没有MIT吧 完全没有读科了 好好好 这样 我只能推论 就是你连台科大都没有 你还去弄一个 台科大如果他有弄一个 毕业证书给你看 他不是给我 他给 C女 但是他有跟他承认那是他伪造的 那是有伪造的 因为那个就严重 就是他会有一些在这里头 是不是都涉及到法律上的东西 可是像这样的一些情形 譬如想讲教官 就感情的世界 刚才大伟要讲 因为感情是一回事 我又没有一些花园乔女 骗你的感情是一回事 钱 到底是不是骗了你的钱 还是什么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不管怎么讲 对小菲他们来讲 我就是整个 一个包装你就是骗我的感觉 然后包括钱 包括感情在这里头 尤其小女孩 你说小菲他们设事卫生这些 真的很容易这样就被骗吗 其实我常常警方常常感觉 现在的人 薪水上不去 血压下不来 牌鸣好骗 爱钱拗死 就是现在 刑事警察局为了怕民众被骗 他有讲一句说 千骗万骗 你不开ATM 有没有 这么一句话 那么新竹市的警察也是特别说 这个到这种年纪 会在你耳边唱歌 然后喜欢你的肉体 然后送你包包的只有蚊子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警察会想出一些slogan 我们在刑事局抓到所有诈骗的嫌犯 都只有国中BA 但是他可以编到 讲到你刚刚讲的那个还不可怜 有的跟我讲 他从小着臂引光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家很穷 人家至少有念书 他们家很穷 穷到他都跑到路灯底下去看书 然后夏天去抓萤火虫 对啊 对不对 然后把萤火虫弄起来 一带在那里看书 我跟你讲 快要跟警察 冬天的时候他在冰块上面 过冰球里 过冰球里 但是还有一种女生 我们常讲的一句话 男追女是隔成三 但是反过来 女追男 就隔成三了 那这些中年的 他跑到哪里 在那个二村的 婚友的 那每一次出来的话 如果烧聚之色了 几乎每个通通晕船 而且男的很容易晕船 很容易很容易 所以在我们 而且很多人都是为了面子 纵使你警方找上门 他都死都不承认 没有他只是朋友 然后我接他钱的 被坑了多少都不敢讲 OK 可是如果真的刚才讲说 因为本来是小菲自己一个人是 后来变成你刚刚讲说 到公司去找他 然后就跟他们老板谈 然后他们老板跟他讲说 你不是第一个 一定有好几个人 所以是因为这个样子 然后你接下来就开始 接下来就开始 然后想说 是不是要联络一些 有没有其他的被害人这些吗 对 就是他们公司有跟我说 有一些人的名单 他就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对 然后我们就是去联系他们 之后 再从他们那些人的 我们这些人 我们去回想 那个男生 他曾经口中说过说 我的前女友有谁 我曾经的朋友有谁 我们再去用他那些以前的记录 再去找这一些人 然后我们再把那些人 全部再找出来 对 所以你们现在 复仇者联盟有八个人吗 目前是八个 目前是八个 但你们还在联络其他的人 其实都联络差不多了 因为有一些可能太久不可考 比较难追溯 小飞 这个问题你可以考虑要怎么回答 你们这些复仇者联盟跟这个男孩子之间 关系大概会好到什么程度 我们大部分都是前女友 对 前女友 但你知道女友跟男友之间的关系 可以到很多层 有到最好的 会发生有肉体关系的 或是牵手而已 或是也许 你们这些复仇者联盟里面 大概会到什么样一些层 都是到发生性关系 都是已经都是这样子 都有啊 OK 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 会觉得说你们就是认定 就是个男朋友 我就是要跟你交往 对 就是因为每一段 他都一定会说 我的女朋友是谁 我的前女友是谁 你是我女朋友 我是你男朋友 一定会讲到这种关键事 对 所以就是 我们都是非常确定说 你是哪一任 你是哪一任 我们还把时间都拉出来 说你是几年的几月 你是几年几月 我们全部都列出来 请问一下 有没有重叠的很多 无奉接轨比较多 无奉接轨啊 而且我 我觉得他还蛮有良心道德的 我以为他 我刚刚本来想问说 他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 一年的那几个节日 也就不过人家 他怎么去分配这么多时间 他还无奉接轨啊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无奉接轨比较多 而且他不是4月开始消失吗 对 可是我们每天 他都还是有讯息联络的哦 可是他那时候消失 是因为我后来很后命 前车才知道 辗转知道 他劈腿 对 所以当他消失了那个时候 就是他已经 已经有新的女友了 对 那请问一下 那你这一段跟他大概多久 从三月到七月初 就三个多月 四个月左右 我还闲场 闲场喔 对 真的吗 跟他耗太久 后面真的浪费我时间 所以你们所有这些加起来 有没有大概问过说 大概总共钱大概多少钱 初估最少30万 这是最少的 但因为他还有在是外面各种欠钱 那个都还没加起来 对 但是超过30万了 对 所以你说这八位 就以你们现在复仇者联盟这八位 都是无缝 如果都是无缝接轨 平均每一个 那个练情很短 大概就这么三个月 几个月大概就要换一个 可是有几个真的蛮长 就有两年的 对 刚刚C女不就说快两年 对 那这样怎么可能会不重叠到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是蛮厉害的 时间管理大师 对 对 而且有一个说法 是2014年到现在 那其实也六年 可是翁南只有23岁 表示他 对啊 等于是在那边打工的时候 他可能 而且这中间 因为他有好几次 女生有去公司闹 不算闹 就是去对职 所以他之前有一个什么科技公司 因为他就离开 后来到了 小飞又换了一个贸易公司 因为到最后 这些女生都会去公司 就有去查证 对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你们有报案了吗 目前是没有报案 但是已经有请律师在处理当中了 你们现在请律师在处理 是打算朝什么样的角度 要告他 诈欺 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出来以后 你们是一方面找律师 打算要告他 诈欺 诈欺 另外一方面是在媒体上面 希望把这整个曝露出来 然后就是不希望还有人在受害 对 而且就是我太慢发现那个爆红的那个文章 因为其实他去年就发 只是我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个 所以我就成为最新的受害者 然后我们是希望说透过社会的舆论压力 再加上法律的这方面的东西可以结合 然后让他就是 因为可能他以前没学好 让他受社会教育 被好好教一下 对 看了不能重新做人 可是虽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要重新做人 对 可是他到现在还是就也不怕 他跟他朋友说 我是恐怖情人 我是一个情绪勒索人 他说你是恐怖情人 对 他说都分手了还在那边闹事 可是不好意思 我们从来没有提分手 对 是他劈腿在先 对 然后还说 他就是在那边情绪勒索 而且 他说这新闻就给他报吧 反正这过一阵子风波就下来了 就去吧这样 他眉皮笑脸 你跟他在交往 这交往的过程当中 有跟他的朋友们 你知道交往不是只有两个人吗 包括有朋友 或者说有顺货 在进一层会去见家人 或所有这些 你们有进展到这些地方 你跟他的朋友有在一起聚会过吗 有去看过他的家人吗 没有 但他都是讲到 都会提说 我那个好朋友怎么样 我老板怎么样 我家人怎么样 他都是用提的 就是我们没有见过 OK 所以崔芬其实这个感情 对小飞来讲的话 他就是很认真的要谈一段感情 但是三个多月 他现在觉得是因为对方劈腿 所以感觉上就是劈腿 所以不要他 然后再进行下一段 每一个都这样 这也很辛苦 我其实我的论文写的 跟这种爱情的连语有关 所以我研究过非常多 女性被骗的案例 渣男不仅骗财骗色 甚至造谣 以为前女友 他就是把前女友们 讲成难听 然后来塑造自己 是个好男人 我们很担心 某一个女生会 想不开 他就是被骗最多 然后男生也会造谣他 我某一个女朋友 他就是爱玩 他就跟别的男生乱来 那个女生就是去 什么的 就是把他讲得非常难听 我的论文写的 跟这种爱情的连语有关 所以我研究过非常多 女性被骗的案例 我发现小飞他们遇到的 没有很特别 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 感情的欺骗者 他们很常会说 只有你 只为你 你是最独特的 他们的例子没有很特别 他们人数多 对 所以我听说 因为人数多 光他们现在负责 有联盟就八个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 而且他才23岁的孩子 我说那个男孩子 是流行多人运动 可是我觉得爱情骗子 因为他想在爱情中 获利最大 所以时间一定是短的 人数一定是多的 而且我刚刚听小飞说 那个爱情骗子 有一个我觉得 他操控得非常好的 就是他操控那个金额在 你如果要去 很少不多 对 你如果要去告他 你耗费的人生的经历时间 太长了 太多了 要投入的力气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他精算过 他精算过就是说 那个金额就是骗你到某一个程度 那你通常在心理上很容易想算了 就如果我如果一次要因为这样子 然后你可能损失个五十万 你大概就会找简大为来告我 对 但如果损失个五万 对 你就会说我找简大为 那个钱付台不止这个 对啊 那我何必要这个样子 付律师费都还不止 所以不如算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精算过的 而且我会提醒大家 通常感情的骗子 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你的不安 所以他譬如说 他可能会带你去他的公司 他可能也会带你去某一些部分 为了要取信于你 所以你特别在这个阶段要很小心 甚至我还遇过有些感情的骗子 他会提醒你说 因为如果他们是在虚拟网路上 或是说一些社群媒体认识 他会特别提醒你 现在爱情骗子很多你要小心 他会特别提醒你 他之所以要提醒你 一方面就会告诉你说 降低你的戒心 然后提升你的罪恶感 说你看我都这样去怀疑别人 我真的太不应该了 可是刚才讲这个 刚才特别讲到说 他胜货 搞不好有的人还敢带你到他的公司 或什么 小菲他们有带你到他的公司去过 没有 你们这里面的人 有没有他带去公司 他有 而且就是他们有几个前女友 去过他那边打工过 那不就知道他在那里 不是科技新贵了吗 他就在外面装一个样子 好像在里面很厉害 跟同事很好啊什么的 但其实同事都不想要理他 都只是同事而已 然后他们就去 然后就发现 就是因为只是帮忙 可能有时候只是活动 并不是每一天都去 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一天 可以去装个样子而已 他可以表演一天 对但是他 我是没去过 可是因为他的公司 就在我家附近 我会有时候看到他 就会走进去 我是觉得 是应该是不可能是骗人的 而且下班就我也看到 他会从那边出来 而且我有查过他们公司的弟子 对所以就是 是真的 有在那工作 有是真的有 对 其实刚刚也讲到说 如果这整个 会不会是有 我想说包括爱情跟金钱 全部都在这个里头 顺美 其实我们如果单纯撇开这个 我们讲所谓的叫爱情诈骗 其实社会新闻里面很多 可是这些骗子 其实他们很懂人的心理 我必须这样说 在这个彰化有个灵性男子 他之前其实是警察 后来他就离开了警戒 也就是辞职 他不是警察 而且他已经结婚 都有小孩了 但是他也疯狂地喜欢上网去交友 而且会 就是有一些网络不只是交友 他还有那种未婚联谊的那种 有没有社团 他就认识了红姓女子跟黄姓女子 也就是说他就多方面认识人 他每一次去认识人家的时候 都说我单身 而且我是个警察 你想想看 因为有些女生会觉得 警察至少不会骗人 为什么 因为她做过警察 所以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证件 以前的照片 尤其以前在警局 一定有穿这个警察制服的 对不对 像一些大哥类似这样 你看 很多女生说 好棒 而且你今天又单身 那有什么问题 她怎么可能骗人 好了 开始接触之后 一定会约出去聊天 约出去聊天之后 就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一样的 她就跟这个洪小姐说 你知道 当我们警察都会有一些职业伤害 什么职业伤害 她说 我给人家处理一个交通违规 人家告我 很可恶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我现在手上缺现金 你能不能借我个六万 你知道那个律师都很贵的 所以她要打官司 就用这种方式 所以对方也听得一愣一愣 而且她既然是警察 跟你借个钱 你知道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庙 她都说她是某某警察局的 什么什么巡左 跑得掉吗 怎么可能 你知道前后借了快五十 这是红小姐 另外一个呢 也是前后又来了 官司问题 什么爸爸生病都来 然后前前后也借了二十 之后是其中这个红小姐 越来越觉得奇怪 你什么时候还钱 你那个官司怎样 不能拖半年一年嘛 是不是 那这位单身的警察 就会说 我现在很忙啦 你不要烦什么 好终于有一天 这女生也受不了了 没关系 你说你忙是不是 而且都已读不回 我直接到你服务的单位去 总可以吧 他真的就杀到那个警察局去 然后就问说 那个某某某在不在 所有人一脸茫然 你知道黑人问号 谁啊 因为他早就已经离职了 而且已经都几百年 这些警员根本不认识他 就我们根本没有这个人 所以才提出告诉 才发现说 基本上你根本是个男丑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要提醒你 就是说你知道 现在人还有那种 一人分事多角的 好好玩哦 我都想学一下 你可以来试试看 真的吗 这位卡车司机 可能只有小学毕业 开卡车的很无聊 姓陈 于是呢 他就有个网络账号叫 它还不是陈哦 会用英文 让你觉得它是个ABC 如果再倒一个谢律师的图 或倒一个简大为图 装上去 这是我 但是呢 他又另外开一个账号 叫 Joyce 算秘师 上知天问 下知地理 没有我不知道 他就开始玩这 这两个都是他 然后他就去加入一些 看起来有点寂寞的女生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设访 会觉得没关系 比如说林翠芬 这看起来很寂寞 他就去加他 因为他一定会去 FB上看看他生活状况 对对对 单身 应该有点钱就加他 加了之后呢 先是从Joyce跟他聊天 那你好吗 其实我是个算命师 那可能这个女生 这个叫小芳女生 就会说 我最近不太好 我前阵子才出了个车祸 我光看你照片 就知道你印堂发黑 你怎么没有去拜拜 真的吗 来 那个出生年语格给我 一算不得了 你会再出两个车祸 非死即伤 怎么办 对 赶快救我 救一次就说 我会救你 因为我会算命 我算出来了 你有贵人 那你这个贵人呢 要养蜡藏狗 29岁 带一个绿色的佛珠 你就找这样的男生 找这样的男生 这个男生 马上会帮你化解灾恶 结果呢 好巧 这个小芳的脸书上 有个叫Chan的人 他就PO出他的生活照 带绿色佛珠 养蜡藏狗 好烂的狗 这心理学是有意义的 因为他真是争取他的认同 我相信 他马上就会觉得 预期的自我暗示 真的这个人出现了 这是我的真命天子 而且小芳就说 我有一个这个脸友 其实根本没有见过 刚好有养蜡藏狗 酸饼老师你帮我看 就当然这救也是说 不得了了 就是他 救他了 真的很合 那现在怎么办 我跟你讲 只有三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 你包个八万八千八千八 给他八万多 因为他是你的贵人 让他把福气转给你 不行 我没有这么多钱 那第二件事情 也一样 就是要包个红包给他 看能不能跟他交个朋友 结果小芳又说 我还是没有这么多钱 这样 你就第三件事了 什么事 你跟他上床 包个红包给他 随行 包红包给他 随行 我跟你讲 你真的不要以为他不信 小芳立刻联络 Chain 就跟这个卡车司机 上床了两次 跟他上床 还包红包给他 真的啦 到了人家要第三次的时候 他就觉得有点怪 去告了之后才知道 Chain跟这个Joyce 是同一个人 跟人家上床 还有红包红包 真的 这种宗教诈骗的东西 虽然常听 但你会发现 就是有很多人 还出的被骗 没有错 因为刚刚所说的 他这个是告一个性交 他是告他性交这件事情 他是告他强制性交罪 因为其实骗术 也算是性交 也是算是强制的种类之一 那这个案件 他成的原因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 他确实实用了一个 一人分式两角的诈数 否则在一般的宗教恋财案件 宗教恋色案件之中 其实你要去跟检阳官表明说 我就是因为相信 他这个宗教 才导致我决定 要不要发生性关系这件事情 受到阻碍 没有办法决定 其实是很困难的 可是小飞对你来讲的话 好 毕竟就是你跟他之间 也是男女朋友过 OK 然后你说当然也亲密过 都有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在那段期间 你觉得你们两个之间 你有享受到爱情吗 一个月而已吧 一个月 就前面正常 就是有再见面 平凡见面的那一个月 后来小时就觉得 不是爱情了 OK 你所有的这些事情 发生的这些事 你家里面的人知不谁 我爸妈不知道 但是我哥跟我姐他们知道 究竟家人对于小飞 受感情诈骗 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些事情发生的这些事情 你家里面的人知不谁 我爸妈不知道 但是我哥跟我姐他们知道 那通常就是我们家 如果遇到这种大事情 他们一定会很吃惊 对 可是我们家是属于 冷静的面对问题 然后再解决问题 事情解决之后 会再开一个家庭会 来检讨这件事情 对啊 你爸妈还不知道 不知道 你哥哥姐也知道 对 因为我怕我爸妈担心 那我们播出的时候 我们是要用变身 不用 我就会叫我哥 我姐把遥控器抢过来 这样 去看电影台 这样吗 对 我一定会跟他们先说好 你这样戴着面具 你爸妈看不太出来的 声音其实认得出来 对啊 一讲话就认得出来 亲戚朋友 对啊 我就是有想过 如果知道的好吧 就知道吧 就是就算了 OK 那请问一下 这件事情 会影响到你交友的态度吗 包括在网路上交友这些 你现在还有在网路上交友吗 完全没有 现在没有时间啦 我没有时间再去交朋友了 因为你在准备打这个官司吗 对啊 就是要处理这件事情 那你会针对爱情这件事情 你会开始产生怀疑吗 一定会 而且会有很多防备心跟戒心 对 因为就像某一任前女友 她就是对她的现任男朋友 是各种充满怀疑 然后就什么都会想要问 因为她被这一任 就被这个男生伤得非常非常重 对 所以她就会什么都问啊 然后男朋友其实很辛苦 可是就是会怀疑啦 就是都是会有疑心病 其实都我们这些 受害者都会有疑心病什么 就是都会很正常 因为被她这样子伤过 那像你们这里面的 复仇者联盟这些人里面 有没有状况比较严重 因为有些人碰到这种 可能会有情绪上 会不会有忧郁的人 有什么都有可能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面 有没有情况比较严重 有 就是其实 我们很担心某一个女生 会想不开自杀的那一种 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些反应 她的过程受到什么样一些 就是她就是那个C女 对 然后她就是被骗最多的那一种 对 然后因为男生也会造谣她 就是把她说得很难听 然后就是在侮辱她 可是这些事情都是没有的 然后她被伤得非常重 她觉得就是自己 就是没有被尊重 然后又被骗钱 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跟我说 我某一任女朋友怎么样 她就是爱玩啊 她就跟别的男生乱来啊 所以我觉得她很不OK 所以我就跟她分手了 那个女生啊就是去做八大行业什么的 就是把她们讲非常难听 后来就是我们全部对照比对之后 就完全没有这些事情 就她就是把前女友们讲得很难听 然后来塑造自己 觉得我很专情 我是个好男人 对 然后因为她们不OK 所以跟她们分手 所以你们在对照的时候会讲说 你就是那个在八大 被讲在八大行业的那个 对 你就是那个很坏的那个 对 就是我们就说 那个跟谁去看信仰是哪一位 你们那个衣服是你买的吗 还是谁买的 就是我们对照出超多东西的 其实翠芬这种 尤其对里面有一些女孩子来讲 她真的伤重到会刚刚讲说 会走不出来这些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最重要就是破坏掉 她们对人对爱情的信任感 那这个被瓦解了之后 真的有可能像她刚刚说的 会罹患的疑心病 就是一点风吹草豆 就会觉得自己会不会又遇到坏人了 或遇到一个会欺骗自己的人 那我会感觉到啦 如果说像Siri那样子 因为她投入的时间最多 她受的伤最重 然后她可能离开之后 还被二度伤害 就是她会用非常多不好的语言 那对他们这样的幻晃的人来说 她去讲你这些抹黑你 因为她会有受害者 她又会把自己塑造成 她又是受害者 不要忘记她一开始就说 她从小就是坎坷长大的 她是养子 所以她一直喜欢有这种的感觉 那我觉得可能我们大家一起 可以协助一下C女 让她发现这不是她 不是她的判断力 也不是她做了什么 因为我想她会有很多自责 然后懊恼 然后恨 就是讨厌自己 怎么会这么信任她 所以她会有很多情绪 就是说愤怒会反转回来 自己身上的时候 会变成忧郁 我会蛮鼓励C女 寻求心理专业的协助 那如果真的 电机前面观众朋友 大伟 如果电机前面观众朋友 碰到类似小飞 像这样一切的状况你会给什么建议 我是认为说在爱情中被充问头很常见 而且我自己虽然说不建议 双方在交往中太多金钱的往来 但是我知道大家说不听 所以我今天想分享两个 就是亡羊补牢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交往中给予金钱的时候 刚刚小飞都做得非常好 千万不要现金给予 为什么 当你要跟对方拿回来的时候 你连你有给他钱这件事情都证明不了 你要拿什么钱 所以尽量用ATM汇款 那个金流一定会留下证据 第二个就是你要说 你要保留那笔钱不是送给你的证据 无论是在事后跟他说 宝贝啊 那笔钱你什么时候还给我 对方只要没有否认 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 他有默认这笔借款存在的新证 或是说我提供一个 轻私人做过的方法 你明明跟我借30万 可是问题是我跟你说 你什么时候还我50万 我传简讯跟你说什么时候还我50万 那这样子别人第一反应是什么 没有啊 我只欠你30万 没错 那这样子这笔钱还是有你的嘴巴 你对你女朋友这样子 我给我女朋友就是给予 绝对不会是借款 我们就成立是当于契约 这样子契约 哦 他也常常很忙哦 好 这样子在对方也 在对方也留下数字的状况之下 就比较容易去讨回来 但是我必须还是说 刚刚说这是一个亡羊不牢的方式 还是建议说如果在交往过程中 你给予金钱的话 还是心态稍微改变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给出去 就很难你拿回来 所以透过法律去要 你的几率可能没有到极高 那好 OK 小菲最后不用讲名字 但你对这位前男友吧 OK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 来 你直接跟他说 我真的很想问你 就是这样子骗了这么多年 你都不会觉得很累吗 就是我们这些人 就是在听你讲这些谎言 我们都觉得听得好累哦 就是为什么你还可以继续骗下去 而且曾经就是有女生要告你 然后很多人揭发你 为什么就是还是学不乖 为什么要到我这个地步 到我的时候 就是好像才想要解决事情 可是事实上你一点悔改之意都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 基本上你可能是没救了啦 但是希望就用社会法律来好好教育你一下 OK 那这件事情 如果小菲她们正式提告的话 当然就要看后面 法院不管是告了民事告了刑事 最后法院是怎样一个判断 但是感情的世界说穿一点 真的还是让他单纯一点 那虽然大家也都知道 在过程当中难免 就连朋友都有互相之间救急之一 但是如果要是男女朋友能避免就避免 即便有的话 记住大卫刚刚讲的千万不要弄现金 好不好 我曾经在节目教过 不管钱多钱的 如果是借十块或五十块 那就给现金就算了 好吧 那就当作不会拿回来 可是只要稍微多一点点 如果你真的要借 你就答应 但是答应了 千万不要掏钱出来 就跟他 然后你要表现得比他还急 真的吗 那怎么办 那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 好 我回去以后就马上汇给你 然后回去以后再汇 汇完以后记住那个汇款单 要把它户备 然后摆在家里的那个 长生牌位旁边 然后每天三处相拜 好不好 那一来保佑 希望你们的爱情长长久久 万一没有 最起码这张 找简大尾的时候 钱可以拿的 OK 那也希望小飞 你们未来一切顺利 不管是这一段 要往下走的路 或是未来的爱情 OK 也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甚至有此 我们下集结 拜拜